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从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斯敏 两岸大事国际震惊 军事脉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节目一开始欢迎嘉宾参与讨论 首先欢迎新北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李德韦 德韦哥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静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弹大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助理教授李宇佑老师 斯敏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来特别持续的关心 乌俄的战争之下 是让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明显的变得更加的紧密 尤其接下来情资掌握的是 俄罗斯恐怕要进行的春季大进攻 在西方踏伐深压力之下 俄罗斯恐怕急需要中国大陆帮忙 做些什么呢 但中国大陆又会愿意介入 这个烫手山域当中吗 中俄关系接下来如何发展 今天专家一次做解析 先来看到这一场会面 来自于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8日抵达了北京 9日是终于见到了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外长王毅 结束了短短为期 两天的一个访中行程 针对这一场会面 中国外交部说 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共事 为根本遵循 来推动双边关系 包括了行稳 志愿等等 习近平主席则是指出 中方终究是始终重视高度的 中俄关系发展 愿与俄方密切的双边沟通 加强在金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 特别提到多边的战略协作 先来请教张静老师如何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俄 其实也是正值75周年建交 那么拉夫罗夫见到习近平 难道单纯是为了接下来 这个普希在5月份要来见面铺路吗 还是有其他原因 俄罗斯刚刚提到了 要开启这个春季的进攻 加上莫斯科先前遭受恐怖攻击 现在更需要北京 在这场战争中 能够帮忙做些什么吗 张老师这么看 就整体的大战略的结构而言的话 这个莫斯科希望北京不敢 奢望北京能够支持他城市 但是希望他期待他 你不要罢了坏事 所以他对于的期待 有所谓高标跟低标 那低标就是说 你北京不要加入西方 去加入这个经贸封锁 金融抵制 科技封杀 以及活动排除的行列 那高标就是说 希望你能保持我们的 这个对外外贸的 供应面的正常运作 而且稳定 尤其是能源出口的供需关系 而且并且帮忙协助 他的后院中亚地区的安定 而且非洲的侧翼那边 也不要绅士 也稳住这些 也就是说让他可以专注于 对付乌克兰的战事 并且双方在于情报 以及在国际组织之中 相互呼应配合 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北京对于乌克兰的外交 一直保持相当一贯的立场 就是劝和促谈 那尽管现在有各种的传闻 说这个莫斯科可能会发动 大规模的攻势 我想这里头可能有稍微的误判 第一个就是现在的汽油条件 其实是不适合发动攻势作战 去年乌克兰就在这个季节 发动攻势作战吃足了苦头 第二现在双方议和 应该是有点曙光战线 在这种状况之下 维持目前战线的稳定 是对于莫斯科而言相对有利 所以我在想在这个方面 两边确实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是 好 两边有合作的空间 不过现在看起来确实是 这个俄罗斯更需要北京 我们持续来看到 现在北京在外交上面 有哪一些的铺针 先来看到我们等一下会来提的是 这个马歇俄会 何时这个登场之际 就准备登场之际 我们来看到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9日先会见了 刚刚提到了他跟这个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那在这个之前 我们来看到下面这边 其实拉夫罗夫早就已经和 这个外长大陆的外长王毅进行会谈 他们谈到中国的关系 王毅特别提到了五点声明 他说要做到五个始终 然后要坚持这个不结盟 不对抗不针对的三个原则 另外呢 针对台海问题 也是他们特别来提到的 拉夫罗夫说 台湾是中国大陆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与北京立场一致 不干涉任何外部的 不容干涉任何外部的干涉 因为这是中国的内部事物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外长 拿台海议题作为这个铺垫 给北京做一点球吗 具有什么样子的政治效果 德威哥怎么看 应该这样讲 我想对于中国大陆 他处于俄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 非常的微妙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想在上一个礼拜 这个习近平先跟美国总统的通电话的里面 就特别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一条 不可逾越的红线 所以当然其实一句话 就是解读台独的问题 所以美国 当然中国大陆一直要美国拿出来 对于所谓台独问题的一个表态 但是美国政府始终让大家感 让中国大陆感觉到有点暧昧 所以在这个部分 当然对于俄罗斯而言 他一定要站在美国的对立面 所以就像这一次俄国的外长 那当然也接下来包含 这个普丁可能访问中国大陆 所以他必须在台湾问题上 给予中国大陆完全的支持 所以在这部分我倒是觉得 所谓的政治效果 对于现在美中俄三国之间 我觉得那俄罗斯是做足了球 给中国大陆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美中俄之间的关系 这个中俄特别来提到 这个历史上到今天到底这关系 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 之前在蒋经国前总统的冷战时期 美苏对立嘛 那拒绝联俄来至终 我们来看到现在时空背景已经不同了 俄罗斯现在变成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变成比较可靠的伙伴嘛 北京对于这个信任俄罗斯的力道 是有在增加吗 德威德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对于台湾而言 中华民国而言 当然我们要顾及自己的立场 我想过去在蒋经国总统的时代 当然那个时候台湾对 跟中国大陆之间是 不能不敢说是完全的对立对抗 但是始终还是所谓的动员堪乱时期 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台湾整体而言 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合作 所以在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现在的台湾某种程度 两岸的和平发展也是非常的关键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倒是觉得 由于台湾自己本身的利益 应该这样讲 我们应该说国际政治上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倒是觉得 包含对于俄罗斯或者中国大陆 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 我觉得这个是执政者必须发挥的智慧 是 那现在以这个乌俄战争 这场战事来讲 有可以看得到北京 对于这个俄罗斯的信任度 现在因为关系也变得更好 有再提升吗 委员怎么看 应该这样讲 您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大陆 虽然美国的这个叶伦 前两天还特别讲 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实质性的 给予这个俄罗斯 在俄乌战争里面 有实质性的一些协助 但是从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俄罗斯在过去这两年里面 除了在欧洲跟北美洲以外 他对于非洲或者亚洲其他部分 他或者实质程度的一个进展 所以包含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采购原油 这方面原本当然美国 希望的是给予经济的制裁 可以重创俄罗斯 但是也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采取一种平衡的状态 所以他或许没有 我们也不敢讲 就是说不知道他有没有实质性的 给予军事上的援助 但是经济上给予相关的 采购跟协助 这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的确是有的 好 外交上面更紧密 包括在经济上面 不管是石油等等的贸易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合作也变得更多了 现在中俄的领导人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个见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都是在为5月份的双方中俄领导人 来会面要铺路 先来看到这个资料 是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 他是培斯科夫 他说普丁跟习近平的接触 正在计划当中 而且他特别提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接触 是适当而且必要的 虽然说克里姆林宫 现在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日期 说他们到底哪一天会来做见面 他认为现在给还是为时过早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他这次在北京时也特别肯定了 领导人这个会面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克里姆林宫我们可以看到 他非常的希望两国的元首赶快见面 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普丁要面对的 还有来自于西方 尤其是美国的压力 白宫会如何来做反制呢 林佑老师 这一边的话我先讲一下 这一个二中两边的一个接触的时间点 我个人会研判 比较有可能是在5月9号之后 因为5月9号是俄罗斯的一个胜利日 他们的一个为国战争胜利日 一般来讲的话 普丁应该是会在这看完阅兵之后 才会有一些其他的行动 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 为什么最近的俄罗斯 他很积极的是想要去对外 做一些互动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选结束 大选结束相对来说 国内比较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 正是他可以去往外去拓展的 一个最好时机 所以其实现在对普丁来说的话 我们讲兵法的 治人而不治于人 他在对外的积极互动 也会去带到刚才 其实我们在荧幕上面 有看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反恐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最近俄罗斯这边 刚好发生一些比较不幸的 一些恐怖攻击的一些事件 那就目前的国际来看 反恐是一个普世接受的价值 所以如果我普丁在跟其他国家 在谈论反恐这个议题的时候 是美国不能去反对 不能去干涉 不能去说不对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在结合我们之前所说 不管是在上海合作组织 或其他的一些相关国际组织上面 只要是俄罗斯在对外的互动上 提到反恐 那就会是他今天作为一个反制美国 或者是反制 或者不能说反制 应该说是在避免其他的一些 舆论攻击上面最好的一个武器 至于对美国来讲的话 其实对美国来说 他现在要面临的是 一个是对中国 另外一个就是对俄罗斯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 其实就美国的一个态度来看 感觉上重心应该是放在太平洋 这个地方 就是不管看到美国跟日本的一个 领导人的一个见面 或者是之后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军演 那这一些其实应该都是在太平洋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的话 现在美国会如何去反制普丁 或者是俄罗斯 可能还是要回归到北约这个地方 可能还是要去回归到英国 或是法国 或其他的这一些传统北约 来去作为对俄罗斯进行一个钳医 地人政治 内政之争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